最近天气转凉了 多了人就有伤风、咳、流鼻水等病症 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些应该是伤风 现在可能也是COVID 或者有些是流感 现在开始流感就多了 但其实大家忽略了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有一种病毒是非常普遍 经常会引起病症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这种病毒 这种病毒叫做 呼加系统合胞病毒 叫做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这个这么巧合 这个RSV这种病毒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这种病毒一般人来说 都是引起一些 譬如双风、咳、那类病症 跟普通双风没有分别 但是在很小的小孩 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小孩 可以引起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引起一些小的支气管发炎 令到那些支气管里 那些细胞的瘦破坏 跟着很多的黏液 塞住在这里 呼吸不到气 所以每年都有不少小孩 因为这样感染这个RSV 就需要入院 甚至有些人的命都没有了 另一个极端就是 老人家 65岁以上感染这个病毒 就一样可以比较大 这两个年龄层 怎会引起一些大问题呢 其实名字也有告诉大家 我解释一下名字 为什么这么巧合 呼吸系统核包病毒 核包就是什么意思呢 核包就是说 那些细胞就是合在一起的 意思就是 通常一个细胞就是一个细胞核 你学过生物你都知道 就像一个太阳蛋 蛋白就是细胞质 蛋黄就是细胞核 这样一个细胞就只有一个细胞核 那就是说 如果这种病毒感染了我们的细胞 它就有个特别的地方 它可以感染了一个细胞之后 就会令到这个受感染的细胞 能够粘在旁边的细胞 接着病毒就由这种细胞感染 那种细胞 就好像一碟蛋 就是炒在一起 有少少就等于 比如好像这边这些屋 那些排屋 一条很长的屋 中间就每一家人就隔着牆 那样一排一条街 就很多家人 那样 就像香港九龙堂的那个新德园 那样 如果有个侧子进来 它就在第一间屋那里 就爆炸在牆里 转了个洞 爆了去旁边 在它一路就弄穿那些牆 就整条街都可以打劫了 那样 那样意思 那它破坏肺部的细胞 那些肺部的速度可以很快 在一些抵抗力药的群组里面 就是年纪太小 或者年纪太大的人 那就可以引起肺炎 小肢气管发炎 甚至不能呼吸 其实在险微镜里面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你会看到 就是那些细胞 本身呢 就应该一个细胞 一个细胞 但是呢 如果感染了这些病毒之后 那它的细胞 有些时候 会形成一些巨型的细胞 叫做Giant Cell 一个细胞里面 就里面有很多细胞 很多粒 那样 显示到这个RSV 那种破坏力 这种东西呢 就是相当之普遍的 那就是说 出生呢 就是在头几年呢 大家都感染过的了 到两岁三岁呢 差不多100%的小孩呢 都感染过这种RSV的了 那跟Covid一样呢 他就说 你感染症之后呢 他的那个保护力 又是不太完整的 就是说 青少年的时代 呀 到了大人的时候呢 一样呢 就会不断不断地 给那些RSV感染 如果你年轻力壮的时候呢 你重症的机会又很小 你一样给他感染的 就是说重症就很少 但是呢 轻症呢 就说给他感染呢 就一直都会有的 那就是这个病症呢 就是一般来说 就像普通伤风感冒那样 那最近呢 就听到有消息 那些药厂 比如是Visor药厂 就出了一只新的疫苗呢 就可以预防这个RSV的 那他这个疫苗呢 就不是打BB的 是打怀孕的 就是怀孕的 就是说 怀孕期间 打了一些疫苗呢 那就会在这个身体那里 产生抗体 那些抗体呢 就会经过胎盘呢 就进了BB那里 那BB呢 出生之后 头那六个月呢 就是最危险 最容易感染RSV 变成重症那段階段呢 就会有那些抗体保护住他 那令到他呢 就是重症的机会呢 就减低很多 那如果这个疫苗 真的推出的话呢 那当然是好事啦 那很多小朋友呢 都可以免受这个RSV的影响 今天呢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RSV 呼吸系统核包病毒啦 下次呢 如果有咳咳 流鼻水 你朋友问你 啊是不是伤风感冒啊 那你就可以告诉他们 嗯 可能是RSV 那样回答呢 就有型很多啦 显得你呢 多有学问呢 好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那记住呢 按下个小钟仔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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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